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国族 这个国族是聊一下U23国族 也就是今年要参加亚运会的这支中国男族 大家都知道后天呢 在乌斯贝克斯坦要举行U23亚洲杯的抽签仪式 这项比赛呢将在6月份在乌斯贝克斯坦进行 那么很遗憾这个赛事并没有中国队的生意 为什么呢 不是中国队没有进正赛 而是中国队就直接放弃了参加预选赛 去年11月份 然后中国队是放弃了参加在卡塔吉克斯坦的预选赛 因为疫情健康风险原因 所以呢才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 我们看到进入正赛的球队 依然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伊朗 这四支亚洲足坛最强的球队 而偏偏没有中国队 那为什么没有中国队呢 中国队参加都不参加预赛 怎么会有中国队 这一次呢 其实是U23年龄段亚洲足坛相互交流的一个 最高赛事水平的一个赛事 但是中国队很遗憾 因为自身的原因不去参加 也失去了这一个机会 可能这一个赛事就失去了我们对未来亚洲足坛的了解 大家也没有机会和同一年龄段其他国家的好手进行比赛 那么对于这支U23国家队参加今年亚英会的前景 其实大家都不看好 因为这支国家队缺乏大赛的锻炼 这亚青赛的预赛没有参加 正赛没有参加 据官方消息呢 可能是要参加今年7月份在本土进行的东亚杯 但是这个比赛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定下来 到底在不在本土进行 其实有很多的变数 那么国足呢 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是折几 然后呢 这U23有正赛的机会都参加不了 确实中国队就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消息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足球未来会怎么样 真的很让人担忧 缺乏跟同年年段高水平的亚洲其他选手 之间比赛交流的机会 就不熟悉对手 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未来我们还要依靠这批人去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也到时候怎么能提得过 这届U23国家队是非常让人看衰的一个球队 所以呢 在未来七到十年内 中国足球 依然还会是这样 在低谷中慢慢的爬行 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也不知道其他国家 人家为什么会派球队去参加预赛 而中国队就不可以 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克服 那为什么中国国家队可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去西亚 去集训 两个多月时间 为什么不给青年队这样一个机会 真的搞不懂 到底谁决策的 这些决定 让人一头雾水 不可以把疫情当做什么借口 在这个大环境下 难道所有的比赛都要停了吗 难道所有的比赛都不参加吗 放弃青年队交流的机会 就相当于放弃了未来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大家是怎么看这个视频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